应用文 授清类题词2 在这个影片中 我们将要介绍 授清类题词中的双授通用 双授通用 双授通用的题词 数量是很多 在这里 大家可以把影片先暂停 看完了这些题词 再来看我们下面的说明 我们把相似的题词 摆在一起 这些题词呢 都有一些特色 可以帮助我们去判断 它为什么是双授 像有 胡跟碎 胡是男生 碎是女生 春跟轩 一样 春是男生 轩是女生 吉跟物 这是代表男生的心 以及代表女生的心 两种心 两种心 又叫做双心 或者出现了双的字眼 就可以知道具有双授的特质 以及 类似眷属 这样的概念 或者举暗 举案其美的其美 这是跟夫妻有关的 所以在双授的题词里头也会出现 还有写老 写老在一些结婚的题词中也会看到 在双授的题词中也有这样的相关的字词 丑 共同并联 有这些字眼 都能够协助我们判断 这是双授的题词 我们再回顾一下 请大家看一下 这画面里面 有没有我们说到的 相关的字词 当然有这些字词 可以帮助我们判断 但有个别的题词 必须加以说明 下面请看我们说明的内容 双心 夫妻二人 雇云双心 古代以男极心代表男方 以物女心代表女方 又合称为极物 所以双心 一方面就是夫妻两人 所以称双 那么再加上 有男极心跟物女心的说法 所以双心或者极物双心 都可以代表夫妻 因此我们看到有双心类的题词 福禄仙丑 丑就是伴侣 仙丑 其实说的就是像仙人的伴侣一样 以福气受命 以福气受命皆如仙人般来祝福长者 所以我们看到仙丑或者是眷属 以及仙丑 仙丑都是相似的概念 福岁 在礼记列者里面有记载 男子出生的时候要设胡在门左 女子出生的时候要设睡在门右 也不代表男左女右 因为这样的习惯 所以后来用胡跟睡分子男跟女 胡跟睡的这个用法呢 在授期内的题词会看到 甚至在 淡欲类就是出生 小孩子出生 男孩女孩 也会看到这类字眼出现在题词里头 胡睡并用就是男女并用 所以用在双授 夫妻的双授 是非常适合的词 我们看到这里有胡睡并用的题词 日生月痕的出处是诗经小养的天保 如月之痕 如日之生 用来祝贺别人长寿 在这里我们看到双授 是夫妻 那么也就有把日月并举的意思 所以日生月痕 既可以作为一般人 祝贺长寿的用词 也可以作为祝贺夫妻双授的用词 像这样日月并举的呢 在这里有一些题词 也是属于双授通用的 再来 奇眉 这是用了东汉梁红跟他妻子梦光的典故 梦光 在端食物给梁红的时候呢 会把 盛放食物的这个木盘子 就是 这里的蛋 把它高举到跟眉毛一样的位置 表示对丈夫的敬爱 相关的典故啊 在这边有做了简单的说明 如果大家想要更清楚的了解 可以参考霍汉书 一名列传的梁红传 以及这里提供的相关资料 另外 另外也有九戒这个词 这是来自于诗经冰封的七月 以戒梅授 所以呢 把戒跟奇眉啊 放到一起去 当然就有祝福福奇双授的意思 因此我们看到这类的题词 就由这个部分我们可以连接到双授 春是来自庄子逍遥游 提到上古有大春长寿的这个说法 后代就用春来称父亲 轩是从诗经 魏丰薄熙的 燕德轩草 岩树之北 轩草轩 这里做这个写法 在路德明的经典诗文里面 有提到 也写成这个字 北唐树轩 可以令人忘忧 因为北唐是古代母亲 居处的地方 就以轩来代替母亲 春轩并茂 就是指父母具存 也可以用来说父母亲都很长寿 这里是跟 春跟轩有关的双授题词 刚灵 是用了诗经小雅天宝的典故 如刚如灵 本来寿跟刚灵结合 可以用来祝福人家长寿 用来祝福男寿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用了头或病 再加上刚跟灵的关系 所以也被理解成为夫妻双授 这是以刚灵作为祝贺 夫妻双授的题词 南极 南极星 就是南极老人心 故人将 南极星君化为 南姓老人的样貌 所以呢 南极星 南极星君 南极星公 象征男性老人长寿 物心就是物女心 它是女生的心 因此当我们把 吉跟物并称 就是男女并称 所以吉物连辉 就可以用来祝福夫妻双授 入车共玩 这是用了 暴轩夫妻的典故 这对夫妻 一起不畏艰难 过着简朴的生活 因此后人呢 用入车共玩 来象征夫妻同甘共苦 这个作为双授的题词 要留意到 这个典故的关系 所以呢 我们在用这个题词 作为祝贺的时候 也必须是跟对方的情况 对方的身份是相对应的 这一点也是我们在学习题词 应该留意到的事情 心悦生辉 夫妻恶人可比心悦 所以用互相征辉的心悦 来祝福夫妻双授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